有時候起訴的我都不曉得 沒有起訴啦 大家對這種案子這麼的關切 就會陷入這種錯誤 這是辦給你看 你不要太認真 這個根本就是這麼久的案子 然後現在隨便辦一辦 如同剛剛哈宇宇介紹這種案情 這個哪有什麼大不了的 這個是要辦跟不辦而已 所以觀眾朋友 你現在看賴清德 賴清德現在就任五個月以來 這麼多的案子 會很多朋友被賴清德所欺騙說 很像賴清德真的在這個打擊貪腐 我可以告訴大家 唯一被辦的是誰 唯一這個現在看起來被辦的是柯文哲 其他像鄭文燦在案子 我就拿這個時間表給大家看 鄭文燦被起訴的時間是八月二十七 請問桃園低約你什麼時候才要開庭 他已經被起訴快兩個月了 你有什麼毛病嗎 八月二十七就是應小威偷偷要去香港 被攔下來那天已經這麼久了 所以應小威才會被延壓嘛 那兩個月他辦了什麼 我不曉得月個券 看有什麼好看的看兩個月 這個都是騙你的啊 所以你看他閃遲台延的這個動作是在2021的2月 然後呢台延還去跟調局告發 更好笑是2023年的3月啊 這隔了多久 這隔了兩年耶 為什麼隔了兩年 然後台延還在辦這個合約 你看看起來都怪怪的 我們來為了自保 其實是為了自保 來去跟調局告發 所以調局壓了壓多久 壓了一年多的時間啊 所以為什麼隔了一年多的時間 你現在要去辦他 真的沒有辦法辦嗎 我不相信啊 我不相信說如果真的要把陳其 包括他這麼 剛剛亂講這麼離譜的 他竟然敢安插他的兒子 在下面的公司這樣子上下洗手 都不怕人家知道 真的都沒見過嗎 真的蔡英文執政 然後這些陰系的或說新潮流的 大家都肆無忌憚嗎 我覺得有比較陷阱 但是為什麼法院會裁定駁回 我相信法官他們就是法將嘛 他們就說 這看了你提出來的證物是什麼的 你就覺得沒有羈押的必要 他就凌晨四點多就讓他們回家了 那台南地界署 他現在當會演演 我們要抗告 那你就抗告嘛 就跟當初柯文哲跟鄭文燦的劇情一樣 你去表演抗告 主持人我跟你講 就算過了兩天 陳其毅被受壓的 這個案子我也沒有興趣要談 為什麼 因為你要看整個光電的事情 連行政院長卓榮泰 在謝龍介總質詢的時候 他都承認光電有問題 那行政院長在立法院都承認光電 有問題的 那光電到底什麼問題呢 他不是一個台延 不是一個陳其毅的問題 而是你整個像台南 賴清德的本命區 這麼多的這些光電的 全國光電的這個比例最高的地方 在台南 那怎麼會是一個個案的問題呢 所以我不太相信 包括剛剛我提到的鄭文燦的案子 還有陳其樣的 都是民進黨的要角沒有錯 好像陳其還當過立委 當過高雄市的陳其的副市長 看起來也是一號人物 對不對 那這樣很像賴清德真的要辦 那你辦啊 那鄭文燦你辦啊 你不是在鄭文燦的 那個住處的床頭櫃 查了好幾百萬嗎 你辦到哪裡了呢 你當時不是跟我講說 這個叫做財產來源撥明罪 謝謝你告訴我咧 你查到哪裡了 你不是千拜託萬拜託 跟桃園地方法院 拿到了一張搜索票 跑到他家去搜索嗎 後面是辦了什麼呢 沒有嘛 所以就很明顯的就是辦給你 你看他辦真的是什麼 辦真的就是像柯文哲的案子 那個才是辦真的 你看這個案子 這個都沒有要談 我來談一下好了 這個是宜蘭的縣長 是國民黨的 你看檢察官出手多少 二十年啊 就這個 因為柯文哲在看守所 是不能看報紙 不然我就寄一份給他 林志廟這樣二十年 你看你又被求刑幾年 林志廟的案子有很嚴重嗎 這我怎麼看都覺得 這到底我真的不曉得桃園 這個宜蘭地檢署在辦什麼 可是他一出手 就是我求刑二十年 然後被告失幾個 這不得了 所以官方你看說國民黨 剛好今天我跟你講 我很久沒有遇到真正前了 今天剛好遇到他 你在國民黨裡面有人講什麼說 我們用宜蘭跟新竹來換 說有這種事情 剛剛前面蔡聖元打招呼 你新竹要加油 為什麼一高黃安現在被停止 然後林志廟這個十二月要宣判 官方你看林志廟的案子 你看這個時間點 他被起訴是2022年的8月 你不覺得這時間太離譜嗎 一審是十二月才要宣判 你一個案子搞兩年 我請問宜蘭地檢法院 你是不會辦案嗎 一個這麼小的案子 你要審理審理兩年 兩年多的時間 然後辯論中 我們裁判書可能會寫不出來 可能還要往後延 宜蘭地檢法院就關門就好了 你在辦什麼啊 一個縣長貪污你要搞兩年多 難怪大家都不相信司法 對不對 那我覺得國民黨很好玩 宜蘭市長是國民黨的 羅東政長也是國民黨的 然後說我們拿宜蘭去換新竹 要讓宜蘭就是宜蘭的意思 就是讓陳婉輝去選 好那新竹可能就找政政錢去選 反正新竹唯一的立委 你去選高鴻安 那個留下來的市長 我用新竹跟宜蘭去換 還有這樣赤裸裸分贓的 我就說藍白河 所以觀眾朋友 我跟你講這些必要 為什麼民進黨可以 就是國民黨很奇怪 民眾黨的黨主席貪污 國民黨的宜蘭縣長貪污 然後要藍白河 這叫什麼叫做貪貪河 你的黨主席貪污 我的縣長貪污 然後我們一個藍的一個白的 我們來合作 那不是貪貪河是什麼 那你要怎麼去說服中間選民呢 是今天真的是賴慶德做得很好嗎 我不覺得賴慶德做得很好啊 但是為什麼賴慶德的這些東西 你看這個友台的民調 我很不開心啊 賴慶德的祖國論 有57%的人支持他啊 他才拿幾%的選票啊 賴慶德得票率才40% 有57%的人支持他的祖國論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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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問國民黨為什麼啊 這簡直莫名其妙嘛 就我不曉得你們國民黨在幹嘛 今天下午台北市下小雨 在立法院外面 國民黨朱立倫叫了2000個人出來啊 我請問你為什麼 真正前坐我這邊 坐我旁邊 國民黨有假動嗎 今天有表決嗎 沒有啊 那你落2000人出來幹嘛 無聊嘛 今天下午立法院的議程 叫做草野協商啊 你沒事叫2000個人在外面幹嘛 我們要原住民的補償 我們要這個什麼健保點數 我們要什麼工糧收購 我請問大家 如果我們今天通過的 真的通過的工糧收購 我們有辦法加入CPTPP嗎 全世界還有誰在工糧 保駕收購的只剩我們啊 工糧收購 不要 這個就是你這些貪污的弊案 半真的半假的 你要能夠看得清楚 他是半假的 只有柯文哲是被半真的 很多人都想說 柯文哲當初如果說不承認 不願意接受 接受了藍白盒 如果柯文哲當副總統 會不會被辦進化城 我告訴你 11月24日是中選會的登記 1月13日是總統大選的投票 這中間總共隔了50天 假設柯文哲不理黃珊珊 願意當侯友宜的副總統 從中選會登記結束 到投票這50天 你覺得調查局 會不會辦柯文哲的進化 你覺得會不會辦 所以我跟你講柯文哲 橫數是跑不掉的 那些都是壓案 可惡的地方在這裡 他想辦你就辦你 他不想辦你就不辦你 柯文哲答應藍白盒也會被辦 不答應藍白盒也會被辦 這就是柯文哲的宿命 那就是柯文哲的那些人